世界卫生组织警告,全球大约一半人口都有蛀牙问题,而造成蛀牙的主要原因,牙医师表示,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平常疏忽清洁牙齿,导致口腔内部的牙菌斑累积越来越多,就很容易在牙根附近形成泥巴状的粘稠物体,且不断地产生酸性物质,侵蚀牙齿,最终引发蛀牙问题。 换句话说,只要确保清除掉口腔内的牙菌斑,就能够预防蛀牙。 至于牙齿清洁方法,是否能只用漱口水或冲牙肌? 牙科医师提醒,如果没有罹患严重的牙周病,其实并不需要用漱口水,且大多数的漱口水只提供口腔清新的成分。 换句话说,光靠漱口并不能有效清除牙菌斑。 此外,使用冲牙肌虽然好处是可以冲走牙齿之间残留的肉血或菜渣,但却无法全部清除粘稠的牙菌斑。 因此,最好的建议是应该合并使用牙线或牙刷。 东西新闻团队,洛杉矶报导。